把握时间为听众们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听众有特别指明要我们的台著作解答 他想要请教一下李豪会计师 两年前呢IIS呢将第一次领取的RMD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就是最少你要拿出来的这个钱呢 从70岁半改到72岁 也就是说你以前一直在存退休金啦 那这个要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多多少少都要开始拿 那有一个最低的数字一定要拿哦 以前是说70岁半你就要开始拿了 那听说两年前IIS国税局把他改成72岁了 那他们家人呢是1951年的3月30号出生的 那他第一次拿这种最低因拿的钱RMD 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是1951年这样算过来的话 2022年该拿还是2023年该拿 也就是72岁的当年要拿 还是说满完72岁的下一年再拿哦 那需不需要这个一年零两次 到底游戏规则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不拿的话是不是会有罚款呢 该怎么做才可以呢 我们靠小天使立马这个响应我们听众的呼唤 把我们的台座请出来 这是我们的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李会计师 李会计师早安 早安 小米你好 那他的家人假如说第一次这个算这个东西的话 也就是他说的他把生日给我1951年3月30号出生 也表示他现在今天他70岁 然后他第一次领的话 是必须在72岁之前 也就是说他应该拿时间并不是2022年 而是2023年第一次领取 那这个呢他也可以跟他的快计师 和他的这个理财师确认一下这个日期 那他的规定就是他的家人呢 必须在年满72岁后的当年的4月1号之前提出来 那以后呢每次的12月31号都要提出来 就是当年呢是会提两次 就4月1号之前提一次 还有12月31号提一次 以后就每年的12月31号提次 那他假如没有提出这个最低的额度的话 他就有50%的罚金 那他选择多次性提出他的RMD 他可以按月期或按记录期 也可以推到年底 当推到年底他可以让他有 资金有更多时间来延税 不管哪种方式 在12月31号必须把他的RMD的全部金额提取 才可以避免50%的罚金 哇这罚金非常高哦 所以平常有在存这个退休金 然后现在虽然用不到 也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 国税局给你的规定哦 72岁 所以他生日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他是3月30号生日 那刚才我们理好会计师提醒大家说 要4月1号之前领取 所以他才生日一天就要领了哦 就是要符合这个条件就对了 没错没错 他生日比较尴尬一点 哦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理好会计师的确认哦